我刚刚那节我按着雷种就不说了 因为要有时间 我先说一些其他的市场 因为有很多人被雷种说 他可能说两三节 JPOW究竟在这两天说些什么 就刚才补充了 Palladium也挺夸张 跌下去也挺厉害 最后谈到虚拟货币 有些大型虚拟货币的银行等等 那家叫做虚拟货币 宣布虚拟货币 其实它是虚拟货币的银行 也不是虚拟货币 理论上是不是对投资者的影响 有没有那么大 我不知道可以存款 是否都是传比特币 还有这些这么多 这么多倒闭的银行 有一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其实在Silicone Value里面做得挺大 就是Silicone Value Bank 其实也是昨天做了一个挺大的 Foundraising SVB 所以看到收市的时候好像跌了三成 如果没有记错 这间银行就做得挺Niche 主要就是投资 做了一些Foundraising 比在植谷里面的VC等等 去做一些Foundraising 可能投资 或者不同的融资方案等等 这间银行就比起其他 例如巴菲特塔开的那些 Wales Fargo Ming Bank Ming Street Bank 那些分别就很大 所以他的资本 当然他都有银行牌照 不是乱来的 但是他都说他的投资 例如他拿着T-Bond等等 都跌了很多 一会儿都会讲一讲 就是其实那个 虽然雷总不是很注视那个 indicator 但是其实那个 inverted yield curve 都已经是去到一个 就是 应该是 波福卡以来来说 一个最夸张的一个状况 那么 就是雷总不看 但是市场都还是很看 那个 yield curve 那个倒挂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这个都是上了Bloomberg 少许证 我不是不看 很明显地我是有看的 OK 只不过我是不是很相信 今次他是一个 有这样的 predictive power 一个衰退的indication 有看 但是不是作为 consideration 一个factors 这个就是雷总的看法 所以一会儿都会讲的 不要让他讲了 一让他开了 就名字都没有 所以SVB那家银行 其实都是 出出地市 所以就用一个 equity的方案 就是融资 好了 给雷总说 那 Jay Powell 我刚才也说了 因为上了去 国会就做过听证会 其实大家都很注视地说些什么 他就发表了一个言论 就是说其实都很大机会 就会继续去持续地加息 最主要就是看到CPI 就是core 那个部分 其实都还是升得很 就是不是跌得比预期之中快 所以就有机会就是之前加息 有机会觉得市场预期 可能加到四月五月左右 就有机会停 但是其实就 现在可能的期货市场 就看回 那么 现在的变化也挺大 你记得我们两三个星期之前 即加一码的时候 就是刚刚好像调转了 那时候是七成八成 差不多变了 没错 那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那现在是变了 市场已经是看法变了 那么3月22日开会的话 那还要看明天 我没记错 明天是想回币务的数 如果一月份回币务就是很好 就是很多经验 爆到九彩 那就是 就说因为天气比较暖化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就回币务的表现 那颗数据就很好 如果明天又开一颗很漂亮的回币务 那我相信加两码一个的机会 就高唱入云 可能再加八成九成的机会 比较高一点 所以暂时3月22日似乎 因为上次是加一码 我没记错 加一码 加一码 那真的比较奇怪 因为本身之前最夸张 就加过三码 然后就变回加两码 又变回加一码 如果今次开会3月22日 加两码的话 又给市场一个看法 是否你之前决定加一码 是否错了 是否看漏了CPI的数据 为何现在又回加两码呢 还是长一点时间加一码去控制通胀呢 所以之后的情况 都是预期继续加息的机会率 都已经大了 你看到以息的时间 似乎来说 比较觉得是5.5-5.75 现在就是4.5-4.75 所以今年继续加 或者减的机会 其实差不多没有 所以市场就这样去看 那我看回Core的CPI的数字 其实明显地跌幅 就不是很明显 所以尤其是Services 和我之前也有说过 刚刚KU的集 好像出了猜 就是说 CPI的BASC 那个计法 就是之前我们记得 除了人工加幅 那个是 contribute了多少 CPI的数字之外 另一个就是 楼宇的租金的升幅 那个突然的BASC 是放大了 所以如果譬如在纽约方面 或者在全国美国方面 那个租金的升幅 是不减慢的话 可能contribute的CPI 又是更加快的增长 所以联储局的加息的决定 又是会看回CPI的数字 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都是比较麻烦一点 那雷总 怎样看呢 就是觉得今次 即是来近3月22日 就是觉得加2码 还是继续加1码 但是加长一点的时间 你觉得怎样呢 嗯 我想要退后一点 因为不是那么直接 是可以 就是简单的回答到这个 首先呢 我暂时觉得 联储局加息 我不觉得它会是 嗯 一直加到去明年 我仍然维持的看法就是 今年应该都会加到顶的了 OK 今年之后会加到顶 那 嗯 我好像几个星期之前 我都讲过说 看回现在整个 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 欧洲的经济又比预期中好 就是 中国重开 可能会令到整体的通胀下降的速度会放慢了 所以呢 联储局有机会呢 就是终极利率的目标呢 我都上调了50点指 就是我由之前 一直维持着5厘 去到现在5厘半 那但是5厘半 有没有需要再向上呢 我暂时不 我暂时不觉得有需要向上 嗯 我想 除了刚才说一些 就是通胀的发展之外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说到通胀的发展呢 其实 嗯 为什么 我认为 为什么联储局的官员 或者白威夷 就是 就是 在这个星期的 国会听证那里 好像对通胀的发展 好像比较 好像比较 又看得重一点 这样 其实 当然CPI 大家都知道 就是刚刚两个星期前公布的CPI来说的话 是 就是 回落的速度是 是放慢了 但是更加重要就是 联储局比较看重的那个 所谓的评价物价指数呢 这个PCE deflator 在 就是这个 一月份的数字呢 不单止没有向下 是反而是 反弹跳升 这件事是 那我想这个是 就是 我也有点意外的 虽然其实它跳升 不是跳升很多 但是 就是 就是出现了起码一个月的一个 就是 不跌反升的一个情况 那 而 其实 评价物价指数 和CPI 的 主要分别在哪里呢 那 我忘记了我以前 有没有说过 那也在这里 就是说一点 其实就是 因为CPI的量度来说的话 其实它会是一蓝指的 不同的物品 就是 去量度这样 那 但是它是会说到 比如说 好的 这个 AWS Tamone's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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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的 就是講以數以千計的項目去量度使用CPI 但評價物價指數其實 它是有一個所謂叫替代的效果 它其實是更加量度 就是說一般消費者是真的使用了 在什麼方面呢? 譬如說 好像有人說買雞蛋 剛才Eddie和我第一次講雞蛋 他就說 OK 譬如說一個家庭 一單雞蛋 它沒有指定是什麼雞蛋 OK?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譬如說日本蛋 日本蛋在香港就是三個多人錢一隻 因為三十幾元一搭 日本蛋不是一搭 日本是一盒只有十隻 就是三十幾元十隻 但是原來這個湖南蛋 原來一搭的話可能是二十元 二十元不用 OK? 所以老實說 如果你想一般人來說 好像我這麼孤寒 我老實說Eddie太看得起我了 我基本上日本蛋如果不是 去到半價的話 我也不會買日本蛋 其實我覺得性價比不是很吸引我 OK? 所以日本蛋如果這麼貴的話 我就買湖南蛋 我只是買一串蛋而已 老實說是 還有湖南蛋很多時候是比日本蛋大大 如果可以以這個Grad來計算的話 其實就更加划算了 OK? 所以平均物價指數 它的量度來說 就是從一個消費者的角度 它會有一個搭配性的效果 如果東西太貴的話 一些人會買便宜一些 譬如說頂好牌發生帳 不斷加價的話 那不就不頂好牌了 你買Giffy 等等 總之你買發生帳發生帳 總之有人取締 所以為什麼在剛剛公佈這個月的平均物價指數 不跌反升的話 其實我覺得反而是 可能聯署局會想留意多一點點 為什麼 就是這個搭配性效果 OK? 沒有使得通脹向下 反而會彈性 是不是已經 已經沒有辦法再取締 而取得更加高的性價比呢 如果說這個其實可能對 對一般消費者來說 我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大 還有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聯署局也有一個變數 或者改變了什麼呢 就是 聯署局的副長 OK? Vice Chairwoman Brainard 被拜登調去白宮 成為白宮首席的經濟顧問 OK? 而其實在聯署局來說的話 大家都知道 聯署局有鷹洞和鴿派 其實聯署局副長 Brainard 其實他就是鴿派 他也是其中一個頭 現在怎知道 在這些重要的關頭來說的話 最大的鴿派就被拜登照了去 所以我想現在的鷹鴿派的比例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重心 就側回到鷹那邊 會多一點 所以這些其實很多的東西的 一些細微的變化 其實都有所影響的 不過 整體來說的話 我想 明天的數據的確是值得關注一下 因為對上個月真的爆得很誇張 大家如果忘記了的話 其實上個月 新增的職位是517,000 我是剛剛昨天才再看 因為就是等明天的數字 而市場本來預計是20 不知道是21、22萬 所以其實是爆到九彩 好了 現在市場預期 明天的2月份的新增職位 就大概20萬份 如果又再爆到這樣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如果爆成這樣的話 兩碼的機會 都應該是 應該不止七成 隨時去到九成 但是如果明天的就業數字 就是比較近綁回市場的話 我覺得都仍然有可能 會是皆一碼的 始終來說的話 我想 就是你看回 就是剛才 第一次的時候 Eddie說了 就是澳洲央行 其實都似乎是 在加息的取態方面來說的話 都是略為 是想要 就是看清楚一點點 去年頻頻加息之後 對整體經濟的效果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講過的 其實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效果 有一個時間漏的 那個時間漏的 是 anywhere 從六個月到十二個月不等的 其實去年這樣加快的話 你那個實質的貨幣政策影響的話 其實現在是未完全浮現出來的 老實說是 其實去年這樣加快的話 所以 剛才你也說了 加拿大央行 剛剛昨天開完會 加拿大央行就是第一個 所謂的主要央行 就覺得 要暫時先停一停 OK 就是停一停 看看 想一想 再做 我覺得 聯儲局也未至於說 完全是 閉上眼睛做事的 我相信他也會 參考一下 其他央行的做法 其實聯儲局也有部份的官員 其實都建議就是說 應該是時候 不要每次都 去到這麼盡 當然了 不過就是 各鴿派的頭 現在就進了白宮 所以我想都 多多少少都會影響了 就是他們那個 發聲的影響力 這個就是毫無置疑的 所以 我覺得 變數大的 我不敢說 是不是就是一個 不是 還有明天的責任數據會是一個 很決定性的一個 一個 因素 我覺得是 因為 其實現在都是年初而已 還有七次 就是 開會的時間 現在 如果雷種目標是 就是五厘半 那現在四厘半 那你還有 一厘的水平 現在是 所以其實就是 在我的心目中來說 我應該還有三馬 三馬可以動 所以我 所以 我覺得 我 我期望 明天就會 比較 維持一個 一馬 再看看 除非 明天的數字 真的爆得很厲害 沒辦法 那 都要 看一看 因為 似乎 加一馬 當然對於市場的 震撼來說 比較小 但是如果 加兩馬 就 好像很難解釋 因為你剛剛 就加一馬 那究竟什麼 數字 令到你又改 轉回 又是 再加兩馬 以及 一加兩馬 你是否加一兩次 就算 還是加三次 如果加三次 就 超過了雷種 就是今年 覺得是 505 5075 這個 這個都要看 那 還有幾分鐘 那 除了 CPI 的數字 值得留意之後 就是 跟正雷種 都看 都可以立下 那 我有留意的 我過去也有展示過 那 你就覺得 那個訊息 意義 就不大 因為 對於 整個 整個 去決定經濟 情況是怎樣 但事實上 你看到 藍色那條線 就是 剛剛更新 就應該今天 也挺更新的 那麼 近一點 時間的話 明顯地高於 遠期的 一個 一個訊息 所以 優惠的差別 就是 改變了 你看回 去年 同一個時間 就是 三月的時候 還叫做 輕輕 好像那時候 3月4月就開始說 咦 開始是 兩年那個 和十年那個 開始很近 有機會是 開始是改變 當然 再看回 2021年 對上那一年 就更加 優惠的 就是 斜角向上 所以 現在 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 主要來說 如果 加息的 預期 快的話 當然 短息 就會升得 比較急 導致有 優惠的 情況 因為 沒有付錢 所以 我去Bloomberg也看不到 但是 標題 大家都看到 就是 Depest Bond Yield Inversion Since Fokker suggest Hard Lending 都頗厲害 就是 Paul Fokker 那時候加得很厲害 但我又 坦白說 因為那時候的息率 是去到 Fed Fund Rate 是十幾厘 其實那時候 如果Yield Curve 是兩厘 和十厘 是有一個 這幾個差別 我覺得 不是很誇張 因為那時候的 息率都是去到這麽高 但是現在的 息率是五里半 去到五里七五 如果現在的 Yield Curve 的差別 跟那時候 差不多大 那會不會是 現在預視的 差別 那個情況 其實也是 幾誇張 你講到Paul Fokker 我最近聽了一個 聽了一個 Podcast說 其實為什麼 Paul Fokker 那個年代 首先為什麼通脹會 這麽高 和為什麼他要加息價格這麽高 其實某程度上 是因為他之前那一任 聯儲局的行長 當時聯儲局和政府的獨立性 是沒有現在做得這麽好 所以那時候 李克遜給了很大壓力 Paul Fokker 之前那一任的行長 他維持一個低利率的環境 除非通脹 其實那時候已經升得很厲害 那他幫尼克遜 他自己想去再連任 那所以 變成70年代的通脹 就很嚴重 所以Paul Fokker 想要 利率要維持一個高的狀態 比較長時間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題外話 但你們兩位不喜歡的特朗普 其實對上一屆都幾厚 至少在公開場合 都給壓力 Fat的總統 要令到那個息率減低 或者維持一個 兩法寬鬆的情況 當然 央行和政府要獨立 都走了一段時間 但上次 特朗普又是 走回倒車 這樣的情況 但是 說回 這次的 Bond Yield 情況 其實都維持了大約一年 但現在的情況 的dippance 的幅度 就是 已經去到那時候 Paul Fokker的時方 當然你說 對於經濟的情況 那個預視能力 就不是很強 但是 那個程度 越來越 inverted的情況 越來越誇張 那有沒有什麼啟示作用 我仍然覺得 不是很特別地 就是 一個 很信用的 還有這件事 不是只有我講的 OK 其實這個inverted Yield Curve 那個 始創那個 OK 他自己都出來 懷疑 這次的invertedness 的話 是不是有這樣的 測試力 所以 不只是我 如果大家上網搜尋 我忘記了那個人的名字 OK 你問一下 上Google一下 就說 這個inventor 這個inverted Yield Curve 你可以找回 OK 他是不是抄襲你 他是不是抄襲你 哪有這麼誇張 大哥 我都想 OK 這個economist Campbell Hathory 就插了他的PhD Discretion 原來是資大的 就說 應該他就是invented了那個Yield Curve 你可以幫我寫一個email 問一問 資大這位教授 究竟 不是 我現在去了 是不是Duck University 原來加拿大的economist 大家可以看看 這節時間 就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 我們再說其他項目